歡迎收看這個小時的 台灣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農曆七月滾門開 台灣習俗裡有一些禁忌 出門在外 海邊細水 凡事小心些 而這段影片的白影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這次高雄有一個民眾 當年在88風災時 他用手機拍攝下 小林村下游吸水暴漲的情況 但事後發現 他拍到了許多 疑似白衣人的光點 不斷從水中往岸邊爬 也為這些都看不到腳 有命理老師指出 那裡是亡魂要從水中 爬到岸邊 甚至有小林村受害家屬 因為接連得癌症 又常常耳鳴 結果竟然是跟祖先有關 消防船 祭祀水中的好兄弟 是能夠重要的民族活動 在鐵安頭每年死人的天災突魂 王船紀比3.4 2009年遇到88風災 當時有一段災區的影片 拍到水中驚悚的畫面 引發討論 那個影片可以看到黃沙滾滾 然後因為河的聲音很大 發出怒吼 可是你仔細的看是 在那個河床上就出現了是 一個一個一個白色的人影 而且那個人影非常的清楚 為什麼呢 看起來它是穿著白袍 影片時間是2009年8月9號上午9點多 高雄一名白小姐 正在參加超度法會 用手機拍下了男子仙溪的暴漲畫面 拍攝的同時 上游的小林村剛出世 400多人遭洪水和土石流覆滅 當時南台灣招百年來 最可怕的狂風暴雨摧殘 小林村也是台灣最嚴重的 風災滅春慘案 手機卻拍到了許多水中的白影 親眼見過原始影片的許勝梅 印象深刻 我黑色的頭髮然後白跑 沒有腳 沒有腳 然後他們不是靜止不動 他們是在動 一直在往那個河岸上移動 那在河床中間 一開始是出現一個 兩個 三個 可是那個影片你再仔細看 發現是在河床旁邊的那個 等於是那個山林間 也有一個 一個 一個 正在移動的白色的人影 一整排難以數據 壯士穿著白袍的白影 似乎剛從水面爬到了岸邊 這些白影到底是什麼 是手機殘影嗎 還是超自然現象 當時也有些老師是講 是靈 是靈 但是是什麼靈 每一個說法不同 因為小林村的上游 就是它的河流的上游跟下游中間 旁邊有很多的公墓 那因為颱風刮大雨的時候 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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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墳啊都被水沖去的時候刮沙 垃到水下去了 它墳破被沖到水裡面 它一樣要爬上來 所以你就會拍到那個 那樣的影像 這段水中白影 直到現在還是存在 許多難以解釋的地方 和小林村有關的怪事 江老師也遇過 曾經有一位暗主 親友當中有三個人的癌症 家人又長期的耳鳴 直覺跟祖先有關 依照民間習俗謙王魂 有意外發現 那你知道為什麼得癌症嗎 原來他阿公就講說 我被壓在泥土裡面 那我不舒服 我跟你們說 你都沒聽到 這一場 暗主的阿公阿嬤 以前住在小林村 巴巴風災沒有逃出來 當時大規模搜索挖掘 也找不到遺體 終於出國了沒有 他要做什麼 他說我的臉焦頭 就鬼魂出他的臉都焦頭 他現在死掉之後 出來的臉都焦頭 他要跟他借 跟他的孫子借那個手帕 所以要插臉 家人沒想到 接連有人得重病 竟然跟祖先有關 他的兩個妹妹 跟他老婆都得乳癌 那你為什麼得乳癌 我跟妳說妳都沒聽到 我跟妳對兄弟嗎 所以妳的胸口 所以妳得到乳癌 他說這種事情 如果不是鬼魂上身 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妳有拜祖先 一旦家裡有問題 馬上燒槍問祖先 再不再三個歸 是不是跟祖先有關 兩個歸 連續五個歸 你就知道跟這個有關 這天 跟著江老師來到了 位於新北市的國家 因為家裡的孫子出事了 他都亂講話 自己 亂講話 自己控制不住 就發飆 然後不認父母 不認父母 就是要跳樓要自殺這樣子 那我們找不出原因 已經忍受了差不多兩三年 原本曾經名列前茅的孫子 三年前突然變了一個人 完全無法讀書 以為是生病 家屬急得全省到處求醫 醫生是說他腦筋沒有問題 他是他心結的問題 孫子的狀況還是沒改善 直到有一天清晨 闖進涼老的房間 他就是現我的房間 我那個棠子 他就是要拉紙 他就是這樣開著 我看他棠子門開著 我就給他畫 我說弟弟…你要做什麼 他說不揮畫 眼睛都發直 都沒說話 都沒用我的話 然後我現在又起雞皮疙瘩 我就給他染掉 我就跟他… 他又逆腳尾 他又逆腳尾 做事要跳進去 守護在那個窗 兩個窗子的上面 有些人被鬼上身 會逆腳底 過我們後腳跟不著點 我的長輩附在他身上 他講的話都是罵我們 我們是他的王輩嘛 梁老師才驚覺 孫子是不是遇到了 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慌得六神無阻 決定找姜老師求助 你的孫子的事情 應該是跟祖先有關 應該是跟你這個養的阿嬤 叫丹迪布有關 結果一講完的時候 我客人的媳婦就坐在我對面 就忽然間 然後我就吵 一定上身 一上身的時候 那鬼人馬上這樣拍座子 就一直拍… 我的阿嬤 吳她的身 她說 對啦 你們都沒有給我拜 你們都沒拜我啦 1 2 3 3 江老師說 媳婦被公公的養阿嬤魂禮附身 還哭喊在陰間過得很慘 面對突發狀況 足以祭拜之後 媳婦才逐漸的會議正常 突然間一陣花仁我就不知 是整個人都不省人事了啦 背脊一陣發涼 其實背脊它不是從你的背部進去 它是從腳底 泳裙穴跟 老後跟的天柱穴 這邊灌進來就附你的身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影片 包括姬童附身的時候 他第一個動作 他比如說他坐著 關鍵上身 他一定的 一定都是這種動作 只不過郭佳一開始沒聽過 這位養阿嬤的名字 半信半疑 再請師父牽完魂 讓郭佳吃了一斤 他忙碌 結果 阿嬤開始說 這塊我們四世沒牽牽 沒牽牽 原因是我們阿公牌錢 不要給你來 郭佳去查 ´舊家戶使足手 真的找到養阿嬤的名字 證實真有這個人 根據郭佳的說法 當年養阿嬤家裡的財產 沒有分給郭佳 導致郭佳一直沒拜這位養阿嬤 沒有想到家族上代的恩怨 讓後代出事了 隔一天 隔一天我們把那個神龛 拿起來 真的沒有败到它 有時候你不要相信說 這種東西是卡因卡薩 有時候大部分 80%以上 都跟祖先有關係 貴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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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在老師的協助之下 國家順利將家族 沒有祭拜到的亡魂 隱魂 安置 也讓國家安心 祭祖 祈求祖先保佑 後代平安 是民間重要習俗 也是靈系家人情感的橋梁